已经从重庆然后回到了北京 然后今天的主要任务就是看一下一些文书方面的工作 然后整理一下要做的计划 然后中午点了饺子还有美食 吃饭了 5月20号今天 今天晚上买了肯德基的蛋挞 6个蛋挞20块再打折 好便宜啊 5月21号晚上 然后今天晚上点了一个麻将凉皮 然后一到夏天就想吃一些比较清爽的东西 太重口味的就反而有一些没有食欲吧 今天晚上继续把文书工作给处理完 然后明天又要早起 明天有一批小鼠道 然后明天要给小鼠进行一个分楼 然后这个月底的话 可能又会第四次的动物实验的造磨 希望我能够这一次动物实验的结果能够好一点吧 然后现在就差QBCRWB免疫素化免疫光这些 还没有做完了 希望结果能够好好地对我好一点吧 今天晚上点了一个炒鸡 然后上面是它的一个什么烙饼 然后还点了一个水蜜桃的奶茶 今天是5月22号8点刚到家 5月23号周四中午11点半 然后今天点了麦当劳这个麦乐鸡块 然后他在搞活动吧 20只麦乐鸡块 然后是20块钱 然后还有四款酱 什么芥末酱呀 蒜蓉辣椒酱呀 甜酸酱呀 烧烤酱呀 吃饭了 有点饿了 吃起来 5月23日晚上 今天的晚饭就又点了凉皮跟牛筋面的两餐 还点了菠萝跟草莓 吃点水果来搭配一下 开始吃饭 5月25号中午11点半 然后外面雨下了好大呀 终于下雨了 风吹的凉送送的 今天中午又点了这个糟粕醋的火锅 然后加了牛肉 然后青背 还有两只虾 然后准备开始吃饭 外面稀稀利利的雨声 会让人的心情变得平静下来 开始吃饭吧 今年晚上点了一家东北菜 一个溜肉段 还有一个酸辣土豆丝 没想到这是小份的两天呢 小份量都显得那么的巨大 那大份 究竟什么人才能吃得完呢 5月27号中午12点了 今天还是在整理结果 准备下个月的组会汇报 然后点了一个葱包鱿鱼的半粉 一个油条包麻姿 还有一个洋梅的饮料 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是一个洋梅脑袋 非常的喜欢吃洋梅 喜欢那种酸酸甜甜的感觉 在胃里中爆开的感觉 今天晚上点了锅贴 急需补充一些碳水能量 但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吃完 下班回来了 5月28号晚上6点24 点了霸王茶几 还有一个豚骨拉面 开始吃饭了 然后还点了一个糖心蛋 加了一个糖心蛋 一个糖心蛋还挺贵 外卖上竟然要6块钱 有点贵 刚下班回来 今天晚上点了一个鸡丝凉面 还有一个泰椒土豆丝 锅发土豆 先吃饭吧 吃完饭再搞别的东西 这雨下的树都给弄倒了 今天是5月30号 已经晚上9点了 刚从实验室回来 点了一个卷饼 里面加了一个肉筋 还有什么尖椒土豆片花菜 然后今天北京的天气 真的是中午的时候 还是大晴天 然后突然下午2点多的时候 下起了大暴雨狂风大作 然后学校里面有两棵树 还被风给吹断了 真的好危险呀 三十一号早上七点 到学校了 准备出站 今天晚上点了一份 大家去看哆啦A梦的大电影 今天是6月儿童节 祝大家儿童节快乐 今天中午吃了肯德基的 那个儿童套餐 然后送的玩具是波克比 好可爱呀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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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晓得吗 我买一个卷卷的玩具 哈哈哈哈 然后那个那个要被欠 那你们亲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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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上去两个 那你不要再来 那你不要再来 那你不要再走啊 那你不要再走啊 拍VC的 嗯